给你看两幅画 你是比较喜欢18岁的少年王熙梦画的千里江山图 还是喜欢80岁的老者皇宫万画的富传山剧图 这两幅都是中国一等一的山水传世名画 而且不分高下 但是它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我记得我们艺术很南妈做过千里江山图 我们切入的角度是用摇滚乐解读千里江山图 但如果是富春山剧图的话 我想我可能会用这个音乐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境 当你是个18岁的少年 出生有毒 你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看到你举世无双的才华 所以你要把你所有能做到的都做到最好 材料要用最贵最好的 就连这么小的渔夫 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用上等的车曲 反复研磨之后上的色 材料我已经用这么好了 意境和构图我也要最好 我们知道中国画里讲究三远 高远 深远 平远 但凡做到一样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18岁的王熙梦说 我都要 于是你在这幅画里面看到了 既有山脚仰望山的高远 又有平栏叠杖的深远 还有登上山顶之后 看见山与地名线连成一片的平原 而到了80岁的皇宫望眼里 他的山水是什么样 一个朴素道只有墨色的山水 但你需要去品味 墨的胶浓重胆轻 你看到层层叠叠缓缓而上的涂堆 那种厚实那种湿润 然后在山蓝的雾气 你看见了小船 看见了山野人家 看见了松枝的摆动 看见了路转峰回 紧接着皇宫望画笔突转 整个画面由密到疏 你以为好像要结束了 可是居然还会有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觉 云又升起来了 你又看见了山 在看似低谷的人生中 你好像又看见了希望 画面的最后是一片水沙 是一段最长的留白 就好像人生的一段省略号一样 皇宫望画下了 傅春山的一年四季 但是你却好像 看见了一个人的一生 从郁郁冲冲到肃静苍茫 让我想到 有一个诗人叫聂鲁达 他说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前段时间呢 我去吃顿饭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美食家 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美食家 同时在场 这个二十多岁的美食家 他创造的这个菜啊 真是把所有最好的都往里塞 就是最漂亮的摆盘 最名贵的食材 所有最好的都端到你面前 然后他就请教 那个四十几岁的美食家 但这个四十岁的人呢 就跟这个二十岁年轻人说 要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 我觉得 那个二十多岁的美食家 可能未必能听得懂 就像你比如 黄公望去对十八岁的 王西梦讲说 山水应该这样滑 相信王西梦内心 未必认可 因为他的人生 刚刚要开始 那个华美的乐章 是不是每个年龄段 都有他自己 这个年龄段 应该享受到的美 就像是 少年听语歌楼上 红竹昏罗杖 壮年听语 客舟中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语僧炉下 并以惺惺也 你四十几岁的人 你跟一个孩子说 生命的本质是这个样子 生命应该活出这个样子 我相信二十几岁的人 或者甚至小孩 他未必能够听得懂 而等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也许他也会发出 欲说还修 欲说还修 却到天良 好个秋的感慨吧 关注我 用艺术让生活美好一点